以前每拍完一個戲 好像就很想要出去走一走 我覺得那個 有一點像是 有一些情緒還沒有辦法釋放完 然後就不想要立刻的回家 讓自己被限縮在一個環境裡 所以那時候每拍完一個戲 就想要趕快再出去走走 去面對那個很未知的城市 然後也可以順便地把一些情緒留在那裡 有一段旅行是 那時候拍完跟謝霆峰演的電影《線人》之後 就因緣集會就去了一趟埃及 最深刻的印象是回憶 最深刻的回憶是 在半夜11點的時候去爬西奈山 其實在那之前我都沒有爬山的經驗 更不要說夜爬了 有一個想導帶著 夜爬的過程裡其實 你只有自己頭燈下的那一道光源 周圍都是一片漆黑 你如果要看周圍的環境 你必須抬起頭 把那個光源往你周邊繞 你才有可能看得清楚 然後印象很深刻是 到了爬到了某一個段落的時候 其實上氣不接下氣 根本已經爬不動了 可是想導還是一直用英文說 你們一定要繼續走才能看到那個凌晨的日出 所以就一直被催促的往前這樣 然後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到了某一段山路的時候 我很專心的只有我跟我自己的呼吸 我就是很專心的調節我的呼吸 就一個人一直往前走 完全是我只有我自己 那個感受非常的舒服 你就發現 你好像不要太在意 別人的節奏啊 太體貼別人 當你只有你自己的時候 你可以很專心的調節呼吸 然後你就會很輕鬆的 腳步都輕盈起來的 往前走起來了 然後當我停下來之後 我就突然有個念頭覺得 我怎麼在爬這個山的時候 我忘記看看周圍的樣子 就當我們太專心的 只是前進的時候 卻忘了沿途的風景 所以我就停下來 然後把頭抬起來 那個頭燈就開始看周邊的山 然後就發現 那段山路只有我一個人 我把所有人都拋在了後面 然後頓時就有種孤獨感 可是又好開闊的快樂 嗯 然後我就停就停在了那裡 然後等著我的夥伴上來 然後我們慢慢的往山頂走去的時候 在山頂坐下來的那一刻 當時那個時候在想 哇大家看到日出應該會是 很瘋狂的快樂的喊叫 或者是歡呼 因為大家真的是爬了 因為大家真的是爬了 很瘋狂舒服的幸福感 那是一次很難忘的旅程 然後還有一次是 我跟朋友去紐約 有一天 我一個人在紐約大街上走 可想而知 紐約這麼繁華 這麼多彩多姿的城市 可是當我走在紐約的街道上的時候 我突然跑出一個念頭 就是 我沒有想念的人 我沒有想要回去的地方 然後我走在這個路上 對我來說 這些城市的豐富 的多彩多姿 對我而言 好像頓時失去了所有的意義 所以在那一刻 我好像覺得 出走旅行是為了回家 如果你心中沒有一份歸屬 所有的出走 好像都失去了意義 還有一次是 我在 李洋念書的時候 我剛好有朋友 到巴黎工作 然後 我就從李洋坐火車 去找他們這樣 然後可是 那一天 我要回李洋的火車是 非常早 四五點的凌晨 朋友們都還在睡覺 可是我必須要走了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巴黎 我寫了兩封非常長的信 因為有兩個朋友 留給我的這兩位朋友 還放在廁所馬桶上 因為我想說放在哪裡會比較好呢 我怕他們看不見 所以想說 大家都一定會去上廁所 所以我就把那兩封信 放在馬桶蓋上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有家人 有朋友來看你的感覺 然後 但是 又待不了太久 你就要跟他們 暫時的短暫說再見 就有一種 蠻難過的感受 然後 我一個人拖著心裡 巴黎的街道 完全沒有人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還特別要去提款機提錢 因為沒有錢 沒有現金 可是心裡又很擔心被槍解 然後路上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 搭上公車的時候 車上全部都很多罪憨 或者是搭地鐵的時候 要到火車站的時候 也是 心裡面有很多的危險感 然後 又有一股傻勁 就覺得 沒辦法 你必須往前進 然後又有很多的不捨 要跟朋友說再見 就是百感交集的 然後但是 可能對於前方還是充滿了 一種期待 或者是一種勇氣吧 就是你還是必須往前 對 就大概是這幾次旅行 有一些心裡面的感觸 有一些心裡面的感觸 有的時候我會很喜歡自己旅行 是我覺得我有太多的情緒 太多要跟自己獨處的時刻 我會喜歡自己旅行 自己去走一走 但是如果我的心理狀態 沒有這麼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我覺得跟朋友一起很放鬆的 只是玩樂 我也很享受 我在里昂念書的時候 我去了南法很多很多的小城市 我就以 Exxon Purpose 就是普羅旺斯為一個據點 然後我每一天搭巴士去一個小城鎮 當天來回這樣子 大部分很多時候都是 譬如說到了當地 碰到那種小市集 我就買了一袋櫻桃抱著 然後就一直吃 然後就散步 也沒有特別找 當地有什麼特別的景點 就是隨意的看啊 逛 有時候也會在海邊突然睡著啊 然後曬傷 就是 比如說下午一點到太舒服了 然後就躺在海邊就曬傷了 就是有很多這種小事件 然後 蠻喜歡的 因為 很隨意的 很閒散的 沒有太多目的性的 我有一次 白日焰火的時候 去柏林營戰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是 那天好像可能是下午 兩點要梳化妝 然後我早上九點多就醒來了 我就自己一個人溜出旅館 反正大家都還在睡覺 然後我就自己搭地鐵 也沒有目的性 然後突然就覺得這一站想下車 我就下車了 然後下車之後我就隨便走 隨便看 就莫名地走到了一條還蠻長的那個傳統市集 然後也是在那邊吃了一點早餐 喝一杯熱紅酒 然後再慢慢地散步 又看到有一區很像西皮村的地方 所以那個早晨好愉快 就是一個自己的早晨的時刻 然後去做一個小小的冒險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未知的 然後是帶著非常輕盈愉快的心情 回到酒店開始一整天的出化妝 有時候在安全感的範圍裡面待久了 會覺得我好想出去看看 我不知道的世界 可是當你去到未知 就是碰到未知的狀況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天啊 有很多的危險 然後不確定性 該怎麼繼續下去呢 就是 但我可能都需要 當你有想要解決 你一定能自救 你一定會想出辦法的 就是 而我也覺得任何情緒都是很好的 不要去害怕你害怕的這件事情 不要害怕你害怕的這個情緒 Good night